大家好,我是成大醫院精神部蔡宗玉醫師 根據統計有超過2%的台灣青壯年與中年族群 有酒精成癮的問題 那酒精成癮不只是喝太多而已 那喝多了還會造成嚴重的身性問題 所以今天透過這5分鐘的影片 要來跟大家談一談酒精成癮的原因 還有治療的方式 在台灣104年經濟部的統計 我們每一年喝酒的供給量越來越多 每一年都幾乎呈現正成長的方式 而不只是正成長 一年還要喝超過282座的國際標準游泳值的酒量 那這些酒都跑到哪裡去呢 有超過7成跑到男生這邊去了 有70%以上的人曾經有喝酒的問題 但女生呢 女生沒有因為她性別的關係而比較少 我們仔細看一下右邊這邊女生年齡層的問題 越青少女的族群曾經喝過酒的比例越來越高 以前女性喝酒還會有污名化的問題 現在大家男女平權了 所以喝酒這件事情呢 女生的比例也追上來了 所以酒精使用的問題呢 我們越來越關注 那也越來越想知道 實際上這些酒在台灣的現況是怎麼樣 2012年診所有調查 來門診求診的人有超過一成以上 都是因為酒的問題來看診的 而她這輩子呢 因為酒的問題來有3%都是酒的問題來接診求診 那在社區的研究 陽明大學發現有60.45%的人過去有喝酒的問題 那超過狂飲者有5.97% 那已經到達酒飲的程度的話呢 有3.29% 而過去已經有酒飲的有2.33% 每天飲酒的呢 有0.49% 好 所以酒這樣喝到底怎麼樣才叫問題 大家看一下國民健康署新聞稿的表 你只要這一個月內 不管任何原因 你喝超過4罐或5罐的啤酒 你就要小心 這罐是多大呢 350cc的啤酒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你參加旺年會 想一想出去應酬 那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會喝超過5罐的啤酒呢 這5罐啤酒如果是 那你已經是這100萬暴飲人口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如果你不是喝啤酒 你是喝保利达B 那大概是1.3瓶 那如果是高粱呢 是130cc 也就是說如果你一個月內 有任何一次喝超過60克的純酒精 你都要小心你已經到達暴飲的程度 未來產生酒飲的風險非常非常高 所以怎麼樣去了解自己這樣喝 有沒有喝太多 那是不是已經喝到酒飲的問題呢 下面這個問卷有四道題目 這四道題目呢 大家可以去看 只要任何一道題目 你答案是是的話 那你真的要小心有酒飲的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 你曾經不想喝太多 後來卻無法控制了喝酒過量 或者是第二個 家人或朋友為你好而勸你少喝點酒嗎 還是第三個問題 對於喝酒這件事情 你會感覺到不好意思或感覺到愧疚 或是第四個問題 你曾經早上一起床 還沒吃飯之前 你就要先喝一杯酒 你才會覺得舒服 你只要這四道題目裡面有任何一道答案是是的話 那就要特別小心 這個酒不只是喝了多 而且已經喝到可能有酒飲的問題 都需要來醫院接受評估跟治療 所以如果已經到達酒飲的程度的話 在WHO 2018年的統計 有18%的人會因為自殺死掉 有27%的人會因為車禍死掉 那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原因死掉 產生其他身體問題的人呢 在大家看右手邊 有48%的人有肝硬化的問題 26%是口腔癌的問題 那其他包含胰臟炎 大腸脂肪癌等等的問題 所以酒精不只是產生身體的問題 它會產生極高的死亡率 而且三個裡面是男生 一個裡面是女生 在每一年死亡的 這一些酒精相關的人口裡面 性別比上面越來越趨於平均 女性人口的問題 目前即將成為關注 所以在酒精治療的部分 我們有三個主要的目標 哪三個 第一個是 我們希望如果你酒精的量 減不下來 那你能不能不要因為喝了酒 去開車 去撞了別人 或是把自己給撞死了 那如果你酒精有機會 減量一點 那你能不能一天一罐高粱 先掃個半罐 或者是慢慢的把它換成比較薄一點的 比如說啤酒 最後的終極目標 我們希望完全 零 沒有任何一滴酒精在你的生活裡面出現 我們怎麼樣達到這樣子的目標 第一個階段 我要先處理你不喝酒的不舒服 哪些不舒服 你會心悸 會恐慌 會焦慮 會憂鬱 會手抖 等等 失眠的 這些不舒服 我要先處理 處理完之後要做什麼 我跟妳談一談 喝酒有什麼好處 喝酒到底會產生什麼問題 那到底這些好處跟這些壞處 我怎麼樣去做風險管理 那藉此能夠強化忌酒的動機 再來 有些人喝了酒 喝到最後不喝也憂鬱 或越喝越憂鬱 等等精神科的共病 或者是像剛剛提到 肝硬化這一些的疾病 我都必須要在酒癮的治療裡面 完整的評估 然後做完整的治療跟處癒 那這些階段走完 最後一個地方呢 過去喝太多酒 花太多時間在酒上面 如果沒有酒 你的生活到底還剩什麼 我們得跟你談一談 你怎麼重建你的生活 你怎麼樣去修復 因為喝酒 產生家庭破碎的問題 工作的問題 還有其他人際的問題 我們得跟你談一談 關係修復 最後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預防 復發 讓零酒精的生活 永遠就是零 不會再來 所以基於這一些目標 國家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希望能夠鼓勵 已經有酒癮 或可能有酒癮的民眾 到醫療院所來評估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時候酒喝多了 其實錢也沒了 所以國家希望透過這組提供 大家就醫的便利性 還有經濟上面的負擔 所以這一些補助裡面 包含住院的費用 包含你來門診的費用 包含你做心理治療費用 家族治療的費用 都有含瓜在這裡面 所以這每一個人 一年有4萬的額度 可以部分的補助 您的就醫的費用 所以基於這一些原因 我們希望當民眾 已經有可能 酒癮的問題的話 能夠盡早到醫療院所 讓我們接受完整的評估 和討論還有治療 所以謝謝您的聆聽 我是陳大醫院精神部 財總醫師 謝謝